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 天津开办了全国第一个养老本科专业 老年扶植与管理专业 今年 天津职业大学又招收了30名学生 为了让学生们尽早掌握实习技能 天津职业大学与康宁金园合作 把原本从大三开始的实习提前到了大二 他们学生能够接触到老人 知道老人需求是怎么样 最近 新一批大二学生来到康宁金园报道了 园区给每个学生制定了一对一的指导老师 李露露从事养老护理工作已经七年了 实习生陈明月是她带的徒弟 陈明月还记得刚来实习第一天 就遇到一位老人对李露露发脾气 还把身上的衣服和被褥都弄脏了 从没见过这种场面的陈明月 一下就愣住了 当时我师父就跟我说 别犹豫 咱们赶紧去给老人清洁 看着师父忙前忙后帮老人收拾安抚情绪 陈明月体会到这份工作干起来真不容易 但是老人家属来感谢时 她又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实习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跟着师父 陈明月逐渐掌握了老人慢性疾病的护理 还能做些简单的心理疏导 实践经验让陈明月对养老专业有了新的理解 突然之间也是坚定了我自己的内心 做这些工作是值得的 是被认可的 我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 要在这个行业一定要走下去的 我们实习期提前到大二之后 大部分同学热爱上的养老 大概我们一次性的 从这养老行业能达到95%左右 就高了很多很多 食葬午期间 为了让养老护理员队伍 走上职业化 专业化 年轻化的道路 天津出台关于加快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 在民政部门备案的养老服务机构工作的养老护理员 经民政部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可以按海和英才落户 同时还鼓励护理人员参加养老护理职业培训 符合条件的给予相应补贴 眼下 康延金元有20多位护理员已经落户 成了新天津人 今年1月 这里还被市人社部门认定为 天津第一家可以面向社会从事养老服务 职业技能培训的企业公共实训基地 因为有财政补贴 每年可以提供2000人的免费未老服务培训 天津市人社局按照1500元每人的标准 给予到我们企业进行补贴 使我们职业技能培训的动力更足 28岁的张兴宇干过几年为老人服务的工作 在朋友的介绍下 来到康宁金元参与了培训 掌握了给老人喂饭 面部清洁 紧急救助等技能 还学会了理发 他利用业余时间在疫情期间解决了30多位老人 没处理发的难题 因为服务到位 深受老人喜欢 培训结束后 顺利留在康宁金元工作 出大汗都不歇 他不是理发 是关心 咱们的实训基地确实是让我们这种 就是想要从事这一个行业 但是没有一些基本的基础的人 可以得到这么一个机会 培养的这个人才不仅仅是服务技术啊 护理技术啊 做的怎么样 爱老人 爱养老事业 是最重要的 今年 天津还将继续加大 养老人才培养方面的力度 提高社区工作者 以及养老机构服务人员的水平 同时 加大对专科院校的扶持 在配餐 护理 心理等多方面 培养专业性人才